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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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ggak 怪怪 你心念一改变 头不痛 腰不痛 为什么会那个业陷前 因为你给他祖元 你给他贪än吃 烦恼性 那业就牵出来 你这个心念一停止 那业就不再增长 那个痛就会慢慢停 再加上忏悔 做个功德 永远不会要痛 开刀完毕 不用送医院 不用开刀 癌症都会好 我跟各位保证 太多次了 癌症只要你相信 我忏悔 我一心念佛 不要再烦恼癌症 不要再跟我先生吵架 吵架就是乳癌 我讲几百遍 不要不甘愿 不甘愿就是胃癌 不要恨 恨就是肝癌 因为我在念佛 我这些念头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佛陀说 修行很重要 你本来这个病痛苦一直来 你突然停了两个钟头 在念佛 在诵经 在打坐 去放生 去老人院 那个时候坏的念头 一点都进不来 那个时候你就停 知道了 知道了 所以我每次也是这样 我在台下多痛苦啊 我一上台什么病都没有了 什么头痛 什么腰痛 什么肚子痛 下台再继续痛 下台又忘了 所以我现在规定我下台继续写牌位 继续观修 这样啊 不然一下台又还俗了 又离开极乐世界了 所以你还是要保持 让你有地方继续慈悲 所以希望家里多贴佛像 随时可以拜佛 随时念那个佛 对不对 门口随时摆着箱 可以点箱 窗户又摆一个喷水器 随时喷 喷不完的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动着修福 静着修慧 你不要停 但是 话要讲回来 就像我现在跟各位讲佛法 要准备功课嘛 不需要准备 因为这个就是我本来的心态 我在做的事情 我只是把这个心态透过语言告诉你 如果我还要准备一大堆课本 那是在讲文字 不是在讲心态 没有用 也不是在讲阿弥陀佛 所以一个妈妈很爱他的儿子 不用打草稿的 讲不完 不要再念了 好不好 因为你有很多话要跟他说的 只是你讲的是烦恼 这样而已 这个不用准备的 所以我师父才会说 法是自信流露 你有悲心 而且透过你的悲心 再加上你的自在 把这个方法转给对方 这样就好了 这个一点都不要装饰 这个是中国人的禅宗 禅不立文字的 顿悟的 所以 那你要自己去体悟这个道理 所以你必须平常 就都安住在这个心态 你安住在一个法的心态 清静的慈悲 那女儿来谈感情 用感情把它转为佛法 儿子来谈事业 用事业给她谈佛法 老人来谈生病 生病可以修行 那各位要开始练习 也就是说 当你有悲心 你必须透过 外在的变化的方便 来帮助对吧 因为外在怎么变化 那个点都没有离开 自信都在 六十五位能说 何其自信本质具足 离心外求 不需要往外找 极乐世界在你心里 快乐在你心里 每个人都可以无忧无虑 却充满慈悲地过生活 这个就是佛法的重要 各位如果你有这样健康的思想 会不会再真名真利啊 你老公说 房子买下来 不用啦 租一下就好了 不知道谁要先死呢 你买下来干嘛 让儿子在那边吵架 四个儿子 不然你就买四金 不然你就卖买 不然你反而让他们翻脸 你知道吗 让他们翻脸 所以说 这一点 你就不会愁这个 愁那个 马来西亚是不是快乐的地方 如果你不 你不爱钱的话 这还真快乐 自由耶 如果你每天要拿都拿丁 那你也很痛苦的 我要得到那个 我要得到那个 那你很痛苦的 所以很多人 我说海盗法师 你的庙在哪里 庙在哪里 笨 我站在你面前 你还没看到庙啊 身即道场 心即慈悲 我的道场在我的身上 不在房子 所以我不忙道场 他们说买道场贷款 你自己去忙啊 你会得股癌 你会压力很大 你脊椎最开始痛了 我跟你讲 这个道场随缘就好 对不对 有人借我们用 用用 没有人借我们用 搞一个树下没太阳了 就不错了 讲讲佛法 拿个麦克风 多一点人听 OK了 所以还有人我说 师父你道场在哪里 在你家客厅你都不知道 电视打开嘛 现在已经在手机里面了 都在里面 我早了念 晚了念 二十四十个小指都在念 都没有你都不知道 我道场在哪里 一般人都认为 有形的叫道场 念一下 极乐世界是我的道场 各位回家 回家 早一点回家 不是叫你比较早 心在极乐 但是你现在的生命 好好爱众生 好不好 好好推广佛法 明天不要上班 钱够就好 真的要上班 那也是个修行 利用上班度众生 对不对 利用上班结善员 制造好的产品 都可以 但是不要为了钱 伤害生命 去卖酒 卖毒 卖肉 去做不好的事情 你划不来 最后下地狱 划不来 你赚多少钱 有用吗 所以 一个月只赚一千块麻痹 两千块麻痹 可以过生活就好了 三餐吃素 干脆吃两餐好了 过无不死 一件衣服就穿吧 穿到破 你看我这一件 烫得不错 二十多年了 我只给它烫烫就好 补一补 你们看不见 习惯就好 里面这一件 已经都 这一次去新加坡 他们帮我们洗衣服 那个外劳 师父怎么那么穷 你不要给我弄掉 这个热天刚好 薄热快破掉了 这个是最后床的 这个不重要 我跟你讲 重点是 我们修行人 有没有一颗善良的心 可以让别人看到你 不会怕你就不错了 这才是道场 当然我的意思说 不是说不要盖道场 这个道场 对众生有长时间 充分利用 而且真的有需要 那自然的道理 那不用烦恼 因为大家需要 如果没有需要 那你去弄一间 在那边抓隔 是不是 在那边压力 贷款 痛苦 我觉得马来西亚不错 那房子那么便宜 租金很便宜 租金那么便宜 租一下一两千块 就搞一个道场 太好了 你何必去搞得那么大大的 然后在那边头痛 然后在那边抢住持 把老住持杀掉 对不对 然后呢 想尽办法 徒弟为了要做这个住持 大家都翻脸 因为人啊 一有烦恼的时候啊 他就忘了真理 当他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 他想要的东西啊 他的佛法就不见了 所以各位不要让别人 因为你而起了分别心 这个很重要 穿衣服走路都要小心 像我师傅才跟我说 人家开车站 你只要用那个 普通的银色的就好 我说对 你千万不要去做 那个什么Benz B&W 你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出家人在干嘛 所以很多居士来载我 我说你不要开那个好车来 车上又一个美女 这下我就惨了 因为人家会对出家人 对佛教失去好印象 所以当然你叫我骑摩托车来 不好意思 你总要有车嘛 所以但是 但是自己随缘就好了 老实说 我跟我们摄影师二三十年 以前他都是 他骑摩托车 叫我戴安全帽 然后载我去红发 后面还摆一部摄影机 我帮忙扛 前面还抱着一个麦克风 因为他麦克风 还有一个小圣经 然后两个就去监狱了 多美啊 我们两个谈恋爱 多美啊 多快乐啊 现在我还要搞排场 多累啊 我来的时候排队 各个拿个哈达 我不陷哈达还不行 还有一点累 现在有排场 所以要应付与应付人际关系啊 所以我只能说监狱很重要啊 那些军队啊 拿个麦克风 就去那边讲菜奇亚最好了 对不对 让他们听听佛法 现在各位不用来了 各位都听过了 就市场那些没听过的 阿公阿嬷 卖菜的 你要去跟他说啊 说啊 让他们了解 这么简单的 不要杀生啊 对不对 多放生啊 这些简单的道理 好 不管我们做任何功德 大或小 哪怕点一只香 各位都要把这个功德 变法界 就像各位念的 愿以此功德 回向十方界 那这十方法界 我们都有很多的父母啊 师场啊 六亲啊 眷属啊 神明啊 受苦众生啊 都希望他们得到功德 听闻佛法 往生净土 所以各位要学习念下来 跟世界合为体 跟佛菩萨合在一起 所以一心造实法界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呢 跟佛菩萨 阿罗汉 圆解 我们可以跟我们 用我们的心呢 跟地狱道 恶鬼道 都合在一起 但是这个合在一起呢 不执着 我们是对佛的信心 因为我们也可以成佛 我们也可以在佛的法界里面嘛 然后以佛的法界 来希望菩萨也成佛 阿罗汉都成佛 以佛的法界 就像光明 光明一照出来 可以让对方看到自己的黑暗 所以以佛的法界 照到地狱道 让地狱道知道 它的障碍在哪里 让它忏悔 让它把这个业障消除 让它也进入佛的法界 所以 一只香 一杯水 一块面包 一个声音 就不离开这种念头 去上供下施 各位同样 你也可以拿到一朵花 这个花拿出来 上供十方佛 下施六道众生 得到了这个花的功德 花的本体 代表什么 代表慈悲 代表忍辱 圆满了结果 希望众生 由慈悲心而得菩提果 那你要开始这样 去应用你的心 那这个心希望干嘛呢 你的眼睛变成功德 你的耳朵变成功德 就像我现在在讲话 我用我的讲话 回向十方法界 六道友情 都听闻佛法 法喜充满 所以你的思想也变成 融入了整个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 都在祈愿对方好 所以各位刚刚所念的这个 都是解散缘 回向给对方 地旗水火神 株葬期消除 热闹化清养 都是好的 所以我在这边 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从现在开始 不要讲不好听的话 好不好啊 不要讲对方的缺点 如果你要说 是一种慈悲心 今天这个人有缺点 我用的悲心跟你说 那个是说法 那个不是批评 但是如果你在背后抱怨他 或讲给别人听 那就不好的话了 所以各位修行一定要改 因为你说虽然我有佛性 但是你骂人的时候 佛性就不见了 变成地狱道 变成阿修罗道 因为你没有修行 所以修行就是恢复你本来的样子 虽然你要恢复本来的样子 但是你还是要戒定慧 你还是要好好做 佛陀要我们达到最圆满的 那这个最圆满的状态 那你就要实践戒定慧 实践六波罗蜜 这样 如果你都有去实践 那你就会达到那个最圆满的状态 不能骂人 不能说人家是非 不能起心动念 你才可以了解真相 这个叫戒定慧 你要孝顺父母 你要爱护老人 你要尊敬师长 你不能杀身 因为这个戒定慧 佛陀帮我们写得很好 你只要按照这样去做 然后变成八正道 变成自立立他的六波罗蜜 透过布施 可以消除自己的战友欲 贪心吝啬 透过持戒 永远就不会伤害众生 戒就是要保护众生 透过忍辱 你就可以终于把自己爱生气 骂人的习惯消除掉 所以 你要开始去实践波罗蜜 自立立他 那最后你一定可以达到 那个阶段 就像各位说 从麻坡要去吉隆坡 那个路已经开好了 你只要按照这条路走 没有人故意把它飞到美国 再飞到吉隆坡的 你一定会走这条正确的道路 界定会 解脱道 乃至自立立他 菩萨道 菩提道 你要老实去走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也有九品 但是你只要进了下品 那你继续努力 一定会变成中品上品 家里帮你回向 你也可以往上 你可以得到功德 所以给你功德 你愿意往上 你就会往上 所以可以帮助别人 也可以帮助对方 当我们布施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 很好的念头 或意志力 他只是把东西烧掉了 有一点浪费 但是点一根香 供一个灯 布施一个水 念一个佛 都要有一个心灵的力量 所以这个世界 我们像一个心灵魔术 是一样 你可以转化一切 都靠着你的心灵的力量 那这个心灵的力量 是一种意志 这个意志 一般人是无名言行 当一个人没智慧 他心灵起照做的时候 他就照业了 无名言行 行言事 但是我们是在一个 智慧跟慈悲 跟信心的状态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意志力 然后我准备干什么 然后就会照下来 一个波罗蜜 一个福慧之粮 所以做妈妈的 最好会念药师座 你在煮饭 煮汤 烧开水 这里面都有药师佛的价值 那特别他不是佛教徒 那不是佛教徒 更要把佛的力量供养他 就多帮他念 所以有时候我经过他们 在喝公共的矿泉水 我过去我都会念一念 但是我念完在这里面 把它喷一喷 甚至我经过 只要有种花种草 我都会喷 为什么 这个喷一喷 除了花草得到水 请问它蒸发出来的 花的气里面 有没有甘露 有耶 所以经过每一个树 我都会故意给它喷 这个树就变成甘露的树 一切唯心照 如果你有悲心 对佛菩萨有信心 这个树只要活着 它就一直在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的生命短短 在这个世界上 那各位最好 马来西亚每一棵树 你都给它念过了 这个树每天都在光合作用 太阳照到它 然后它吸收水 再加上你的甘露 咒语 这个树一直在排放 请问人类的氧气从哪里来 树 那这个氧气里面 就有佛菩萨的力量 对不对 就有你的悲心 所以各位经过大河 大湖泊 树 土地 都没关系 天上的雨婴 下来的雨 所以佛教有很多的咒语 下雨有下雨的咒语 水有水的咒 食物有食物的咒 最主要是一个背心 如果你愿意学都好 如果你不愿意学 你就有个念头 嗡啊嗡嗡啊嗡 嗡不完 或是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水变阿弥陀佛 树变阿弥陀佛 你直接把阿弥陀佛的力量 加持它 你把水洒在树里面 念阿弥陀佛 会不会变甘露 阿弥陀佛不会跟你说 我不会念甘露 我不会啦 佛是具足一切的 所以当然你会念 你比较有信心 如果你不会念 反正就是 样样都是阿弥陀佛 对不对 样样都是观音菩萨 当然你会念力量更大 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圆满的佛陀 我们不能光用佛的力量而已 希望你也成为 有佛的功德力嘛 所以佛所讲的咒语 你最好都会念 这样 那如果不会念的 你有这个佛的力量 再加上你的信心悲心 它也可以转化 它是可以转化的 所以祖师大德才会跟我们说 一心念佛 对不对 当然对老菩萨 这样就可以啦 但是如果对年轻人 你要发无上菩提心 那你最好学多一点 学多一点 来转化一切 就像这个金凡 风在吹 风在吹 那个金凡的力量就下来了 请问 一个人天天念三遍 你心经五遍大悲咒 这个风吹到你身体 吹到你衣服 会不会有力量 照样有力量 所以各位 你累劫的修行都没有浪费 你上辈子念了一万遍地藏经 你这辈子又念了五千遍地藏经 你又供养生贤 你又做焉供 这些力量为什么会存在 这个力量只要你 念一下 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空性 回向成佛 只要你按照佛所讲的这样子 慈悲的回向 这些力量 你永远都跟着你 你的衣服啊 你的水啊 你的声音啊 你将他往生以后的骨灰啊 都充满他的力量 所以我们很喜欢 请老和尚写字啊 老和尚写的字 就代表他 百万钱的力量都在他的字里面 他的字写的慈悲喜舍 写的无良心 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各位 原来世间人不懂了这个道理 他就一直生命 生老病死 我又要死了 又没了 但是懂了佛法 你的功德是延续的 这个生老病死 变成一种方法 这辈子我做男人 下辈子我做女人 下辈子我去做美国人 下辈子我去做非洲人 你可以利用各种的变化 延续你的功德 所以功德圆满啊 你按照功德圆满 圆满报身 按照走路真理 圆满法身 然后呢 硬化 在这个世间 大慈大悲 去帮助众生 但是各位 现在最好 直接来做阿弥陀佛的化身 那你就经常相信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所以 还是用观音菩萨的力量 去帮助众生 但是话又讲了 不要让自己的念头跑出来 好不好 念头就是分别了 所以各位要把这个我 这个念头消除掉 我做什么事情 都用观世音菩萨的思想行为 那没有错 没有人会跟你冲突 但是现在的人呢 都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情 所以就会有冲突 所以你要让自己的生命 没有痛苦 那你就是一心念佛 一心念观音菩萨 所以我想每一个仪轨 都要我们变成 念要师佛 我变成 念要师仪轨 我变要师佛 念阿弥陀经 我变阿弥陀佛 不管你在修哪一个经典 佛号 咒语 你叫全然融入 好不好 所以各位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今天我看你是 这个感觉 明天看你又同一个感觉 你们都没变 就老掉而已 你会让人家觉得 有一点讨厌 唱什么歌 要像什么样子 了解吗 演什么戏 要变成 一个修行人 他是千百亿变化 你看到外表没变 但是感受就是不一样 声音不一样 心态不一样 给人的味道不一样 所以 百看不厌 百听不厌 所以我想 菩萨就是要千百亿硬化 随顺众生喜欢 所以我想 一个生意人就是这样 碰到什么人 他变什么人 为了做生意 真厉害 那我想各位 也应该扮演各种的角色 来配合别人 这要练习 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古怪的人 要别人配合 那你就很古怪 碰到什么人 你就变什么样 随顺他 不要展现自己的个性 女人又女人的样子 叫女人八十态 很讨厌 所以我们各位女众也好 在家出家 你要有大丈夫像 你要有菩萨像 不能有女态 男态 男相女相 人相我相 众生相 你不能一直凸显 你自己的样子 为什么会凸显 你自己的样子 因为你都在想自己 我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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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因为我们学佛了 念一下 拿摩本是释迦摩利佛 我们要跟佛一个样子 对不对 拿摩阿弥陀佛 我不再扮演我自己 以佛的圆满 来转化自己 这个叫本师 学习 人家学Michael Jackson 就学得很像 那我们学佛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佛的形象 佛的语言 佛的思想 佛的行为 那你都要掌握住 那这才叫学佛的人 老师说一个出家人 没有佛菩萨的样子 那你在学什么 不知道 那在家也一样 我们是三宝弟子 归佛 归法 归身 那我们时时刻刻是安住在三宝的教界 按照三宝的身口意 那这个才叫修行 那不要间断 那就是修行 所以各位从现在到命中 到敬畏来即成佛 都归一三宝 好不好 那要走这条路 不是在耍帅 不是在耍个性 不是在耍女人男人的媚态 这是不行的 所以就像我现在在讲话 我希望讲的是佛的声音 这样了解吗 这里面不能有我的 我海盗的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比较好听 比较难听 比较快 比较慢 比较温柔 那都不需要了 比较性感 那都不需要了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念习 如果你要开始修行 在你的日常生活 你要注意走路 讲话 你要一直观察自己 我带着念诸 我代表阿弥陀佛 我代表观音菩萨 然后你要很大方的 告诉周围的人 我在念佛了 你们看我像不像 当你在化妆的时候 不要威了 但是你干脆把观音菩萨 贴在镜子前好了 所以你要学他 你不要再扮演你自己 不然人久了 这个个性就变成一种习性 然后他的习性就是那个样子 军人有军人的样子 土人有土人的样子 杀人有杀人的样子 就代表你没有 没有突破你自己 那为什么要一直念佛 我们刚刚从现在 都一直在念佛 供佛 诵经 一直在做菩萨做的事情 一直想要去极乐世界 那你每天要不断的 熏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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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短短的 所以人生难得 你要利用这短短的人生 持戒 修禅定 思维佛法 实践波罗密 走路成佛之道 所以各位当然要多听佛法 多看佛经 知道我们怎么做 今天就算有法师来 不是说有法师来就有法会 不见得了 没有法都没有法会 在家人有法也叫法会 但是法师来 他身上有没有法 如果没有法 不要接近 因为会伤害你自己的 干净 单纯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个法师是为钱来的 你不要来 这个法师 我听他念佛 不好听 他也不想去极乐世界 你要有直觉 但是他只是利用佛教 想要得到一些知名度 或赚一点钱 他想要干嘛 不要参加 我告诉各位 不要污染自己 所以我们归生 你一定要远离二知识 动机不对 你不认识他 不要接近他 你任何一个你要接近的 出家人或道场 你要好好去观察 调查 你不要随便 你不要随便 把你妈妈带来 害死你妈妈 这一点不要拿自己的 法生会命开玩笑 所以那当然你要懂得经典 如果你不懂得经典 你怎么去分辨 对还错呢 那你就迷掉了 反正有法会都去 人多了就对 那这个世界就有很多 恶知识 了解吗 假借佛教 在恋财的 在凸显自己的 我们是在拜佛 不是拜我 了解吗 如果这个法师 一直凸显他自己 我我我我 我比较厉害 最后你干脆 念我名字就好了 你千万不要接近 你千万不要接近 不分在家出家 不要浪费你这一块 佛性这么清净了 浪费了他 成为邪师邪见的邪弟子 那可怕了 下地狱了 所以这一点 各位好好的 看看释迦摩尼佛传 看看经典 那你知道 你学佛在做什么 所以就像刚刚念 要师咒 那因为时间不够 你应该念念要师经 知道要师佛的本愿 知道要师咒的功德 知道要师法门怎么修 受八观摘戒 放生 点灯 持咒 忏悔 对不对 挂金凡 生起一个正确的动机 怎么来修 那要师经给你写得很清楚 所以地上经给我们写得很清楚 阿弥陀经给我们写得很清楚 所以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 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道场 不一样的老师 不一样的法师来 我发觉大家有一点 好像在赶场看戏 然后呢 思想乱乱 但是如果你心态不正确 自己又没福报 又不看看经典 你就被骗了 被利用了 我想人性是这样的 要钱 好色 好民 人性都有这些杂染在 所以持戒 你要修行 不能有男女的邪淫 人家是夫妻 有夫妻的义务 夫妻以外的 都不能谈这个事情 除了这个钱的问题 这个法师天天跟你谈钱 你也不要参加 这个要多少钱 那个要多少钱 我们把佛教变成一种金钱 一种金钱游戏 有钱的人大牌位 少钱的中牌位 少钱的小牌位 法师不是拜佛的 是拜钱的 那这样利用佛教 来搞道场 你不要参加 我劝你不要参加 不然呢 你浪费了 所以我常讲 不认识的不接近 除非我经过 有人推荐 真实调查 跟了解 不要 不然不要 因为好好 看经典 修行 那我想一个修行人 基本上 有一点智慧吧 所以 你要了解 这个法师 有没有守戒律 这个道场 有没有讲戒律 有没有悲心 如果大乘佛教 没有悲心 给我们金钱的压力 肉体的压力 那不用谈了 他想不想成佛 而且念佛 你听他念佛 有没有觉得 像在极乐世界 听他念佛 我们还起烦恼 就赶快离开 因为他这个佛号里面 有杂音 对不对 有杂音 不好听 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 修得好 怎么会不好听呢 这也是没法 这是他的业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 你还要有个直觉 直觉事实上很简单 静下来 无所求 那你就看得见 你要是有所求 我今天我要发财 我儿子生病了 人家说我就去 那你有所求 那你就走错了 所以各位来到场 无所求 写牌位 那是一种慈悲 一种报恩 一种慈悲 不是有所求 你听你的父母写 那你更要关心 所有众生 你听你的小孩写 你要关心所有小孩 你无所求 你的动机 你就不会碰到不好 所以现在这个叫末法 然后我觉得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 不错 脑筋蛮单纯的 很容易骗 很容易被骗 台湾不容易啊 台湾任何一个到场法师 没有政治证件 没有信徒了 没有人要相信的 但是很奇怪 跑来马来西亚就很多信徒 那就觉得奇怪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那这一点就是因为大家 可能没有好好去思维啊 深入啊 好好地看看佛经 看佛经也不要骄傲 对不对 看佛经是找出自己的缺点 也找出了众生需要什么 我们来看 而不是看佛经 哦 我很骄傲 我会你不会 对不对 我懂你不懂 那你也中毒了 你也变邪子邪剑了 不能如此 所以越念佛也越惭愧 只要有一个众生为超度 都是我的责任 那叫念佛 只要我一个众生还在受苦 那都是我的责任 那叫地藏法门 不是拿地藏法门来骄傲自己啊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多供养佛菩萨 当然你供养佛菩萨 你要跟佛菩萨说 我想要离苦成佛 佛菩萨引导我 你放心 佛菩萨会引导你 但是不要随便听人家说 听人家说 这样啊 各位一定要修到 有一个正确的眼光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对还错 事情对 你要修到这样正见 佛像有没有摆歪 花有没有插歪 心有没有歪 你要会看哦 如果你不会看 代表你修学佛法 佛法有问题 佛法就是一个正知正见 一个正确的宇宙人生的道理 以这个正然后来行 那可以 如果你自己都歪一边 我今天搞道场是为了钱 我今天出家是为了明 那你要看得见哦 你看不见 那你就被他骗了 所以当然我们要去追求善之士 那你心里 那怎么办呢 否则说动机正确就不会有问题 你动机不正确 我这个人耳根轻 我喜欢人家一直称赞我 哦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 他不是念你 他念你口袋的钱 哎呀你就已经轻飘飘 轻飘飘 钱拿来吧 不然你就不叫大功德主 那是因为你耗鸣 所以你被骗了什么办法 所以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那我们修行是为了得到一个解脱 一个放下 一个清静 这是一个本然的面目 那谈钱 哎呀不要 所以我刚学佛的时候 曾经有个道场法师来跟我借钱 那我以后就不去那边了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是生意人 那法师怎么跟我借钱 这个有问题 有问题 他是利用我有钱 我也不会得罪他 那我就跟公司人说 以后那边不要去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也去调查过 哎他是为了钱 他想要搞什么 搞什么 他就是这样 他的动机啊 不随缘 有福报的人啊 不用谈这个 对不对 你要攀缘 你只有十万块的福报 你要去拿一百万 那当然你就会攀缘了 你要懂的是 我赶快多一点慈悲 你持戒力来修福报 自然姻缘成熟 对不对 那才有道理 你千万 如果说 这个法师跟你开价钱 你多少钱 你就可以怎么样 那你就 阿弥陀佛 赶快留 这样 因为这个 有问题 这个道场 有问题 因为他让你烦恼 知道吧 因为你给的钱 又解决不了烦恼 所以你就会烦恼 所以你 你还会怀疑他对吗 他对吗 对不对 除非你已经放下了 我给你一百万 其他我都不管 那你可以 一般凡夫 给了一百万 眼睛就大一点 他也没有做好 这样 那时候你会起烦恼 起烦恼以后 最可怕的是什么 对佛教 失去信心 好恐怖啊 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出家人 包括我师父说 我们一个出家人 一定要让我们任何一个行为 让三宝弟子 在家人从你身上看到佛法的信心 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的想法 破坏到别人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支柱 如果连这个对佛法的 基本的信心都没有了 念阿弥陀佛很好 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净土 但是你在念佛法门的时候 又搞了很多钱 办了一些有的没有的 让别人对阿弥陀佛都失去信心 那是恐怖了 我这样讲不是关我们出家人 而是各位是居士 你在你身上 如果你的儿女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从你身上看不了佛教的信心 因为你修行了 身体越来越健康 气色越来越好 心量越来越大 越来越快乐 以前这个事情你会生气 现在这个事情你一笑自知 佛法正好 就是这样 所以你得癌症都是笑笑 这个没问题 笑业障 往生净土最重要 所以突然来天你又好起来 因为你的心态变了 业障就消除了 别人更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 要利用个人的影响力 去影响你的家庭 周围环境 一切一切 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是 多一点慈悲 因为你不断地去慈悲 你很容易 无所求的慈悲 你是最容易开悟了 你就会看到真理 你就会看到善知识 看到菩萨 你都见得到 你会看 你不会被骗 但是有所求的去焉供 有些菩萨说 师父 我一天做七次 为什么做了两个月 还不赚钱 天哪 做焉供是慈悲 跟赚钱有什么关系 因为你有所求 你反而会更缺钱 你无所求 自然赚钱 对不对 这是自然感应 因为这个不是求来了 所以佛法是一种感应 因为你慈悲 你惭愧 你命运就改变 而不是求来的 所以我想千万不要 我们不管是健康 亏钱 事情不顺利 修行有障碍 那就是我们有障碍 所以有障碍 我赶快来慈悲焉供 慈悲放生 慈悲念佛 各种法门都可以 而不是说焉供对 而且放生才对 碰水才对 任何一个法门 只要你动机正确 都可以消业障 都可以断烦恼 对不对 都可以改变现实的福报 有健康 有发财 顺利 这是一定的 没有一个法门 不包含这一切 大悲咒 地藏经 钥匙经 阿弥陀经 焉供放生 功德差不多 念佛 印经 都一样吧 重点是 你有在按照经典所说的 或按鱼鬼说的 老实去做 无所求的 那你自然就达到那个阶段 哦 你就看见了 但是当你了解了真相 而知道它是假相 它是骗人的 不要骂它 对它慈悲 那是我们过去的心态 鱼痴吧 回向给它 希望哪一天 它也不用这么努力在玩假的 因为最后 还不是挖一个坑跳下去 很多外道努力的要命 结果呢 结果也没办法解脱 对不对 所以它叫外道 什么叫外道 离心外求 求我要去天上 求我要去富贵那里享受 因为佛教叫内道 叫正道 它是净化自己的贪嗔痴 恢复自己的如意宝 圆满的佛性 净土在你心中 你不用往外求 所以这么多外道 它是用外道在吸引外道 告诉你这个样可以赚多少钱 那样可以怎么样 然后大家都有所求来 为了要赶快不要病苦 来要一百万 要十万 要什么样 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赶快开悟 来睡觉 怎么样 天哪 那些你都不要停 因为他们动机不对 有所求 那我想也不能怪对方 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心清净 就感召了都清净的世界 法门 这个最重要了 所以钥匙法门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各位可以多念药师经药 你自然去除邪之邪见 你自然可以为个人解脱的修行 转为利他的菩提心 这就是佛力不可思议 所以你不要烦恼 当你烦恼困惑 不知道东还是西的时候 你就专心的 要念阿弥陀佛 专心的念药师做 让佛的力量来转化 只要你相信 但是那个时候不要轻心动念 那养成这个习惯 最圆满 从上供下施 帮助各种不一样的众生 然后让众生进入空性 得到了圆满的力量的加持 让他们往生进入 就在这里面 所以你以后在家里 你可以慢慢念 去思维里面的意思 成为一种意志力 成为真实的实践 所以我们做简单的焉供 暂时性 至少能够符合世间 儒法的善业的成就 所以佛法不会让你去赌博赢的 比如说儒法的愿望 你要孝顺父母 你要买房子 照顾家庭 那这些儒法的愿望 你要健康 这样才可以更好拜佛 你要有钱 才能够继续供养三宝 地义众生 这些儒法的愿望都可以的 乃是究竟上 最后能够体振空性 福德圆满 智慧圆满 希望各位这辈子要 从现在开始努力来 福慧双修 这个两个资良 一定要 这是生命在追求的 福德资良跟智慧资良 福德代表什么呢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地去对所有众生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智慧之良呢 以福德做基本 精进地禅定智慧 禅定波罗蜜 不是光打坐 而是大悲无量心 对整个世界保持这个定 永不退转的大悲心 去了解所有众生的问题 众生的本体 众生的本体都是空性 如何帮助所有众生 这个叫一切智 我们在追求的是佛陀的智慧 所以你要追求佛陀的智慧 不能够离开众生 但是在帮助众生的时候 又了解众生的烦恼 众生这个夜暴 都是如幻如化的 也是虚幻的空性 对自己也不执着 没有我 没有你 没有这个 要三轮体控 那这个时候佛教的精髓 叫定慧等词 只观双印 但是你要达到 这个禅定智慧 这个圆满 你必须以福德做基础 如果你没有福德 那你就没办法消业障 所以福德从哪里来 那当然各位都知道了 一般在家人叫慈戒不失 那慈戒不失还不够 还要忍辱 所以各位要接受变化 接受侮辱 不管生老病死 天气的变化 不管人世的种种的变化 要有这个忍 罚忍 生忍 对变化的安忍 对众生的伤害的忍辱 进一步能够了解真相 递察罚忍 而达到了最高的忍辱 但是这些 各位最好看看佛经 这些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至少人生的目标 知道了 人活的 人臣及佛臣 人是成佛最快的质量 所以过去 未来诸佛都视线 做人而成佛 像释迦牟尼佛 那所以要把人生的目标 定在成佛 那你用成佛的心去工作 你用成佛的心去结婚 你放心好了 都是最美满的 因为你的动机 不是自私 那是各位也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 控制一下自己的口液 不要动不动 骂人 尤其各位太太们 在家里念小声一点 因为反正不高兴就骂 骂老公算什么 让你命到他死去 很多老公是给老婆气死的 没办法忍 没办法 为了家庭 为了小孩 不敢怎么样 所以它是因为我们任性 所以各位我想修行 不能放任自己 随时保持在尊敬对方 拜佛 为什么要拜 你也想尊敬所有众生 不要看不起别人 不要看不起坏人 他也可以成佛 只是你现在不要去接近他不好的那个状态 但是你还是要对他慈悲 因为他还是可以成佛的 但是你一看不起对方 耍弄对方 侮辱对方 批评对方 你等于侮辱了自己的佛性 所以各位要 要从心里面尊敬众生 就像观音菩萨说 所有众生都是我头顶上的众生 做众生 老母亲的仆人 我们要去服务众生 千万不要 念一下 不要利用众生 千万不要 没钱我就利用你 没爱情我利用你 我想利用你来满足我肉体的欲望 满足我知名度的欲望 大家都站在我旁边 我站中间 我好高兴啊 不要去利用众生 来满足私欲 所以因为 别人不知道 因果百分之一百知道 佛百分之一百 因亲在主通通知道 所以各位你在做任何事情 发觉现在身心不协调了 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事情不顺 赶快检讨你自己 是你的问题 不要逃避问题 这些是一个好的讯号 他已经提醒你了 你有问题 你的思想行为有问题 所以你开始头晕 你开始哪里出问题 你不要再硬冲 你不要再不管他 未达目的 死没关系 痛得要死你还要冲 已经出问题了 你还要冲 所以你认为身体 你会自己找一套夹 这个身体是我自己不好 跟我这个想法没关系 那你就错了 所以什么叫善知识 他可以直接讲出你的缺点 但是他可以委婉地跟你说 但是各位 我想病人找医生 就要找病因的 对不对 他能够检查你的病因来找药 那就是好医生 如果他不好意思跟你讲 你的缺点在哪里 只要你给我供养 我就不跟你讲你的缺点 那不是浪费的 所以我想各位亲近善知识 我们要去找出自己的缺点 以善知识的智慧 告诉我们修行的障碍心态 哪里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善知识跟你讲 你不愿意接受 你用你的老恋 口才硬压过去 我发现很多这种人 是我没办法 是我没办法 废话 你没办法 你要问我 我不行 那你自己在找死路 人家走解脱道 你为什么要找痛苦的道 所以佛度有缘人 他不想解脱 他不想成佛 那你就暂时放下 等你成佛再来找他 你要暂时放下 这个时候不能谈感情 不能谈金钱的问题 不能谈那些 过去是朋友 该放下就要放下 所以当然了 很多发菩提心的人 会想要出家 因为他已经觉得 我在这个世间 那个要找我谈感情 我根本没办法 去利益众生 对不对 如果因为对方 而让我没办法 去利益众生 那对方业障可重 我不能让对方 造这个业 所以出家不是逃避 出家是真实想要利益众生 那你就要开始 不见得说 当然能出家出家 在家也可以做 很多佛教的 利益众生的事业 但是一定要守戒律 一定要动机正确 不然的话 你还不如不做 做了还让自己下地狱 我不来 所以买卖佛像 买卖佛经 买卖出家人 念一次经多少钱 这个你都不要参加 千万不要参加 为什么 因为他买卖三宝 买卖三宝的 你千万都不要接近 不能利用佛教 所以在这一点 那我们现在要 大家要恢复清静 不然就乱掉了 三宝不得买卖 你去谈价钱 买卖三宝 那佛教对你来讲 是一种商品 是个宝 对不对 你已经没信心了 没信心以后 你得不到佛的价值 这一点 我们了解 念佛 念法 念身 时时刻刻保持在这个状态 当你一有困扰 赶快绕回来 念佛 念法 念身 所以每天我们就一直 广秀功德 也复习这些功德 然后各位你可以 你今天来参加法会 不是你得一份功德 而是得到大家所有的功德 不是你刚刚供养一百块 或是十块 而是你今天供养生钱多少钱啊 六千八百八十块 不是你供养一个 而是供养所有的生钱 要这样想 也随喜法会 所有出钱出力 搭帐篷要钱啊 插花要钱啊 都一定有人出钱了 我们就念一下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 所以每天把这些功德 不断的回向 而且回向不是光回向一次啊 现在回向 你看见到人又回向 想到那个事情又回向 刚各位今天晚上看新闻啊 又看到了很多的灾难啊 很多的冲突啊 很多的抗议啊 赶快 再给他回向 我想这个世界 需要更多光明的力量 事实上 你不断的回向 一点功德就不会少 反而不断的累积功德 所以要有无量无量的回向 而且各位有时候 你坐在家里 要一直回向老人啊 病人啊 孤儿院啊 没衣服穿啊 贫穷啊 你要一直一直想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 我这个功德要 融入在那边 现在的资讯很发达 大家可以听到 各种各种的 需要被帮助的对象 修行最重要 念一下 发菩提心 同身净土 这就是大乘佛教的净水了 希望每个人看到你 想到你 透过各种方法 让所有众生 都发起成佛的菩提心 因为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啊 而且呢 最好的方便 统统往生净土 然后趁愿再来就自由了 你就任运自在 你要变成什么 就变成什么 一直度众生 最后成佛了 只要往生净土 趁愿再来 没有问题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手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 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觉得最最最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波姓纯 我待会换你们 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 深呼吸 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你头都对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 双手举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 大概45度左右 最重要的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 会觉得肩膀有点紧张 手有点美丽 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 汤包我可以 我很棒这样子 十地菩萨的南圣地菩萨 是五地的菩萨 他的修行 不但圆满了禅定 更证悟了真实的地理 他离诸戏论 不讲说错误 没有意义的言论 违背真理 不能增进善法的言论 他证悟空有不二 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 这是极难到达的阶位 所以叫做南圣地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速念佛 放声点灯 执着